接着来补充一下巨型的运用 来我们看一看有的是复习 这个刚刚讲过了 现在在复习 这是主动写法 这是被动写法 这个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补充 前面也都提过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这是一位的现象 名词在中间 如果后面有加一个关系纸句了 别忘了名词要移到后面来 好现在但是容易出错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it的地方容易出错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we cannot take granted freedom 好我们把freedom 原本freedom在这里 先移到后面去了 我们不可以把自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不可以 为什么 自由要争取 对不对 所以which which就是讲前面的自由 关系纸句出现 补充说明自由 这个自由是怎样 we all have to 我们都必须要 strive for 同学常常后面有加it 我们必须要 我们必须要strive for 是为他而奋斗的 strive是奋斗 努力争取 strive for 好 那争取什么 for it是自由啊 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努力争取 it自由 所以很多同学都会写到it 但事实上错了 为什么 自由已经在这边就被which取代了 这个which就是代替自由嘛 它是兼受词 连接词又兼受词 所以你后面的it受词 这变成多余的了 受词就是which 所以不要再多了it 再看第二个 we cannot take for granted world peace world peace是什么 world peace就是我们的世界的和平 我们不能把世界和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好 好 找优标 再来 which 你看看 which又跑出来 这个就是指世界和平 所以世界和平原本在这里的 现在移到后面去 往后移 就是因为后面有加了一个关系子句 要进一步的补充说明这个世界和平 好了 这个which 这个世界和平是连接词兼主词 它代替世界和平 所以既然这个which是连接词又兼主词 你这个it是主词 是不是多余的 对嘛 it就多余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地方 这个老师一直认为是同学最容易出错的 所以写出来 给你们做参考 which require 自由和平 全世界的自由 需要 all effort 需要大家一起的努力 来 maintain maintain是 维护 维护 维护世界和平 所以后面不能再有世界和平 不可以 世界和平就在这里 回去 这样清楚了 好 这个补充最重要 下面就很简单了 下面就比较简单 顶多就加一个添加一个for字句 把原因写在后面 来 句子内容加强了 我们来看一看 most teacher 大部分老师把it这件事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什么事情 it就配let 好 这个内容很长 所以要用let 指句 students should attend to student的学生 应该要attent to attent to 就是要注意 要留意 要留意 要照顾他们的课业 也就是说 对课业要流行 好 所以我们讲 要注意 英文就pay attention to pay attention to 就注意 那个attention 就是attend的名词 attended to 就是注意 留意 好 要好好照料 课业 好 第二个 we take it for granted it 我们把这个事情认为是理所当然 什么事情 又是一个内容 后面加let 指句 他说 pad owner pad owner就是宠物的主人 不应该 all not to 就不应该 那他要放中间 那他要放中间 order to 是应该 order not to 就是不应该 desert 抛弃 他们的宠物 宠物的主人 不应该抛弃 他们的宠物 desert 他的 这个是 当动词用 重印在后面 desert 当名词用 动词在前面 dether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 沙漠 好 沙漠 像沙拉 沙漠 这样子 这也要注意 当名词是 deather 沙漠 当动词是 desert 是 抛弃 ok 再来看 被动写法 好 被动写法就变成 it is taken for granted 前面这个 take it for granted 这是主动 那 it is taken for granted 就是被动 两种不同的写法 由你去 这个 穿插运用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来看 这件事情 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什么事情 letter 就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他的观念是这样子 这个it在这边放句首 这个叫形式上的主词 letter 直句 letter后面直句 这个叫真正的主词 那如果是上面的写法 这个it叫形式的秀词 那letter后面直句就叫真正的受词 这观念 注意一下 好 来 我们先来看 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什么事 the law 法律 必须要 protect 保护 people 人民 from 免于 有没有学过啊 protect 人 from from 就是免于怎样 been iharmed 免于 被伤害 好 为什么要用been in 老师还曾经问过你 为什么要用been in 因为被动 被动 人们是被伤害 对不对 所以被伤害应该是be harm 的 be harm 的 但是因为前面有介细词 介细词后面的动词be 一定要改成动名词ing的模式 才可以 所以be就变成了 been 这个 才是正确的 好 这是被动写法 第二个 这个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什么事情 啊 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看 we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我们必须要 负起责任 be responsible for 是 要对什么负起责任呢 对于 what we do what we do 就是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 要负起责任 那这个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啊 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应该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要负起这个责任 这是应该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OK 他的意思就这样 所以这个句型是很好用 好了 整个take for granted 或者是take it for granted 或者是it is taken for granted 都介绍完毕了 好 这个是补充跟复习的部分